官方就突然追加設定 說你不能攻擊地幅神 然後也不能直接攻擊 所以遊戲這一段就變得很矛盾 前幾天才說不能直擊 但遊戲卻說可以直擊 這也是我喜歡遊戲 一直以來 都有觀眾在問地幅神 他們想知道史卡的地幅神 是不是真的像動畫那麼強 動畫的地幅神 一直都強調很巨大 然後威壓感 那他們跟史卡到底差了多少 所以今天就算是填坑 希望一次可以把他們的差距都講完 首先看到的是巨人 巨人是最早登場的地幅神 雖然在設定上是反派 但我相信巨人的本性 應該是蠻善良的 畢竟地幅神上場時 會吸收場外的人 把他們變成活人祭品 而在所有的地幅神當中 只有巨人是才道歉的姿勢登場 所以他應該是蠻內疚的 我憨憨抱歉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安全考量 這個登場吸引的效果 並沒有被抓在史卡裡 有被抓在史卡裡的 是巨人本身的效果 當他戰破對手 對方怪獸的攻擊力 和扣對方的生命值 這個效果跟動畫差不多 不過因為這是地幅神的第一次 所以動畫展示的 是地幅神的共通效果 像是直接攻擊 也就是著名的巴羅斯 所有的地幅神怪獸 都可以直接攻擊對手 而這個部分又會被史卡還原 再來是魔線抗性 這是動畫獨有的部分 動畫裡的地幅神 不會受對手魔線的影響 但如果是自己發動的魔線 或是針對玩家的魔線 那就會發生事故 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再來看到的是瘋鳥 瘋鳥效果是 當他以自身以外的方式 立場或破對方場上 所有表車存在的怪獸 其實每破壞一隻就扣對方800 這個效果跟史卡一樣 所以他有很多燒血OTK的combo 在地幅神裡面的評價 屬於前段班 當然售價也是前段班 所以我就賣了幾張 地幅神的蜥蜴 這張的售價也是前段班 所以我也偷手了幾張 他效果是 如果因為自身以外的方式被破壞 那就會炸全場 而他沒有說要從哪裡被破壞 所以可以是手牌 也可以是後台 用圖算非常廣 而動畫的蜥蜴還有一個吃刃能力 這個史卡沒有做出來 實出可及 再來看到的是猿猴 猿猴的效果 高手進階 當他被戰鬥破壞的場合 可以解放一張吃開以外的我方怪獸 並且砍半對方的生命值來代替破壞 這個效果就比較莫名 雖然砍半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因為地幅神不會被攻擊 所以他的被戰鬥破壞 只能是自己衝過去自殺 所以對方的怪獸必須比他大 然後對方血也不能太低 否則自殺所換到的效益 還不如用他直接攻擊 用後的效果雖然不好用 不過在動畫裡 他透露了一則重要訊息 那就是地幅神依賴場地 如果沒有場地 地幅神效果就會無效 而這個部分 史卡把它改成 如果沒有場地 地幅神就會瞬間破壞 即便是場地壓掉場地 在壓的那個瞬間 地幅神就會消失 除了沒有場地會自毀 史卡還有一個神器的設定 那就是 場上只能有一隻地幅神 這個場上是全場 所以包含對方場上 而雖然不太可能 但如果遇到地幅神內戰 那先召喚出地幅神的玩家 就會有極大的優勢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用效果複製地幅神的名字 讓場上存在兩張地幅神 那就會炸掉一張地幅神 接著看到圖鷹 圖鷹在動畫裡是最強的地幅神 他可以跳過自己的戰階 然後將對方的生命值變成1 但史卡的他 完全是另外一張卡片 他需要耗資源 去換對方的手牌 而且最頂就只能做到3100 更多時候 直接出巨人都還比較穩定 雖然大部分的地幅神 都是被弱化 然後加一些奇怪的效果 但也是有史卡比動畫強的例子 例如金魚 他有兩個效果 一個是讓對方不能進入戰截 另一個是 向對方造成自己手背力一半的效果傷害 這兩個效果 史卡跟動畫是一模一樣的 但之所以說史卡比較強 那是因為史卡的手背力比動畫高 史卡手背力是2400 而動畫是1600 所以在燒血的時候 史卡是燒1200 動畫是燒800 而當時烏鴉血量是900 所以如果金魚是史卡數值 那烏鴉的戲份早就結束了 到這裡稍微整理一下 動畫地幅神的共通效果是 不受對手的魔線 沒場地效果會無效 可以直接攻擊對手 不會被對手攻擊 而史卡卻變成 會受對手的魔線 沒場地就直接爆 場上只能有一隻地幅神 然後後面就一樣 可以直接攻擊對手 不會被對手攻擊 所以嚴格說起來 他們差異最大的是少了魔線抗性 其他就稍微弱一點 但不會差太多 所以史卡就真的比較弱嗎? 我不這麼認為 因為史卡最可怕的是這個 對方不能將地幅神選為攻擊對象 這句話看似簡單 但它其實有一段很複雜的故事 我們先來看傳說的漁夫 他的效果是 如果場上有海 他就不會成為攻擊的對象 漁夫有個很特別的叛逆 他不會成為攻擊對象 所以怪獸的攻擊可以穿過漁夫 直接打到對方玩家 雖然不是很直觀 但官方的設定就是這樣 由於這個設定非常經典 而且漁夫也算是原作的人氣怪獸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都熟知這個設定 而在漁夫之後 守護者吉斯特 他的效果也是這樣處理 所以當動畫演到地幅神的時候 有不少人都在等地幅神消化 動畫地幅神有魔線抗性 但從四處的情報已經確認 史卡地幅神並沒有寫到這一段 史卡所包含的抗性 只有不會被攻擊 但如果只有不會被攻擊 那不就跟漁夫一樣 怪獸還是可以繞過去 直接打對方玩家 地幅神就形同虛假的神 然而 就在大家等消化的時候 官方卻突然宣布 地幅神跟漁夫不一樣 你不能攻擊地幅神 而且你也不能直接攻擊 官方給這個判例 大家都嚇到了 所以就開始對比地幅神跟漁夫 看他們到底有什麼相異之處 不要最後說那句 他們是不一樣的卡片 而在重能合理的特效下 大家得到一個結論 他們的文本確實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漁夫跟吉斯特 這種會被直接攻擊的怪獸 他們寫的是 此卡不會成為對手怪獸的攻擊對象 而地幅神寫的是 此卡不會被選為攻擊對象 好吧 大家可以回家了 本來想嘴官方加持 為了賣新卡 就連規則都可以硬拗 但人家的文本就真的不一樣 所以也只能接受 反正從現在開始 就是一種會被直接攻擊 而另一種不會 如果搞不懂 那就用貝了吧 但是 當大家都以為 這件事就像解案的時候 遊行就突然跑出來捅一刀 我們來看蜘蛛這一場 遊行直接為大家示範 如何用怪獸穿過地幅神的巴巴 直接攻擊對方玩家 雖然這一集播出的時間 是在公布叛逆之後 但他們其實相差不到一周 也就是說 在製作這一集的時候 連官方自己都認為 地幅神應該要比照漁夫 可以被直接攻擊 然而斯卡已經沒給抗陷 如果又會被直接攻擊 那地幅神不就賣不動了 所以在地幅神發行的時候 官方就突然追加設定 說你不能攻擊地幅神 然後也不能直接攻擊 所以遊行這一段就變得很矛盾 前幾天才說不能直擊 但遊行卻說我可以直擊 這也是我喜歡遊行的原因 他不惜被觀眾嘴口糊 也要揭發官方的惡性 或連賣卡 竟然連規則都可以熬 所以我合理懷疑 那些嘴遊行口糊的 一定都是Kwami的員工 不只是遊行受害 地幅神事件也影響到很多玩家 因為從他開始 類似效果就分成兩派 地幅神的不能被攻擊 是因為他還在場上 所以對手不能直接攻擊 而漁夫的不能被攻擊 他一個概念比較像是 讓自己隱性 所以對手可以直接攻擊 但這兩者的界定相對模糊 如果沒有特別去查或去了解 真的很難判斷 誰會被直接攻擊 誰不會被直接攻擊 所以經常會很搞混 遇到神鷹可以被直接攻擊 遇到太陽彈可以被直接攻擊 直到後來 K語言發明了括號 他們把這種 會被直接攻擊的效果 都寫在括號裡 這才終於讓辨識變得直觀 也算是終結的直擊直亂 所以說動畫的魔性抗性 確實很厲害 但斯卡所造成的辨識不清 這個傷害 絕對不會輸給動畫 如果你也想成為 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